是你的主意嗎?我可以說是曾博恩的主意嗎? 辦了二三嚴選 好你就這樣講 你確定嗎?感覺一些喜劇演員會生氣 不會 不會生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的主意 跟丹尼一點關係都沒有 二三嚴選是你精選了全台灣23個喜劇演員 對 精選有帶商榷嗎? 你瞎選了 瞎選了23個 其實不是我一個人選出來的 但是我們就follow這個故事 我親自挑選 好我感受到應該有些不是你選的 我認為以我對你的了解 有些可能你會再想一想 就是都有經過討論這樣 然後你在二三喜劇的某幾個晚上的秀 你限制了只有這23個喜劇演員可以參與 對 那背後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以及現在這個成績是你滿意的嗎? 我一直很好奇這兩件事情 整體來說 當然會說是想要這個產業變得更好 只是大家會想要用的方式不太一樣 然後我採取的方式好像都會傾向於那種激化良性競爭 你可以舉例幾個當時的問題嗎? 當時的問題 是定題還是軟體? 其實有一個超簡單的東西 就是表演者在台上表演沒有限時間 之前沒有嗎? 完全沒有 因為之前根本湊不到八個 找不到表演者 所以為了求表演者來 就不敢得罪表演者啊 你要在上面多久多久 有可能是一個路人毫無經驗 然後就讓他在台上 雞哩呱啦講20分鐘無聊的要命 沒有人敢把他趕下來 因為以前當你剛說八個表演者都找不到的時候 你會擔心整個晚上 我如果每個人5分鐘40分鐘就結束了 那這樣子低消進來觀眾不是很可憐嗎? 只看到40分鐘 沒有一點都不可憐 因為你低消就是買到飲料了 你喝完飲料了 我們要半小時結束就半小時結束 嚴格執行5分鐘之後 大家會很珍惜上台時間 他就講出來的東西都會自止足跡 所以已經跑一個月了 對 你是滿意現在的成績了嗎? 我覺得在這一個月之內 我不知道外面有什麼樣的變化 可是在這些被嚴選的演員當中 有蠻奇妙的變化 就是他們從一開始 大家不太清楚嚴選 我是要把這當open mind嗎? 還是我拿到最炸的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炸 有些人就把他當open mind 可是你就會看到其他人 哇靠怎麼炸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要開始炸 那大家都炸了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發現要嘛觀眾聽過 要嘛就是你自己覺得無聊的 我需要伸出一點新的東西 所以現在第一個月的尾端呢 大家有一個非常焦慮的心情是 我想要伸出更多更炸的東西 但我做不到 要嘛就是能力不足 要嘛就是其他地方的練習機會 也還是不足 所以現在是大家最難熬的一個時刻 是馬拉松那個血糖耗盡 要開始提取肝糖的時候 所有演員都開始有點焦慮了 我覺得有一點 因為表演結束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討論說 欸你最近怎樣怎樣 喔真的嗎 對你的產出變得怎麼樣啊什麼的 有一件事情沒有跟你好好討論過 你同不同意其實現在喜劇圈或喜劇演員在台灣社會觀感上好像有一點不太好 呃我不同意我不覺得是有一點不好 我覺得是非常不好 你說什麼自信一點把有一點拿掉 對啊 到底為什麼 我覺得最大原因就是不好笑嘛 不好笑是一點 我不認為 欸 我不認為 好那第二個原因就是 以前的確有做某一些決定 就是道德上面可能有爭議 所以有爭議不是說真的做錯事情 就是說有兩邊的人一邊覺得你有做錯事情 另外一邊覺得你沒有做錯事情 所以他們就會吵起來 不管哪一邊都會覺得另外一邊的人怎麼這麼不可理喻 這件事有什麼大不了 或這件事你怎麼可以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對啊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會讓他們覺得 喜劇演員的那邊好像永遠都是死惡不赦 永遠都在做一些道德敗壞 往下打 那你剛剛也講說可能是之前有一些決定 讓我們繞到現在的下場 哪些決定 夜秀嗎 我覺得都不是事件本身 是事件之後的處理態度 你的事情嗎 我現在都在著重我的事情 好像快要引射到我了 你的個案好像不見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 是喔 我個人認為 就是我至少我到現在還會遭受到的負評 好像真的是針對我的事後處理下方 那我講的就是這樣 但你有哪一件事是你現在會後悔的嗎 反正就是我們公司的公關處理的最高負責人 在不同階段是不同的人負責 在某個階段是我負責 然後在我負責的那個階段 出的事情的回應反響都蠻好的 哇靠你在邀功 然後其他人的做法就是我都不認同 但沒辦法 因為權責在他說就是其他你只能尊敬 那你既然覺得你很自豪 你當公關的負責人的處理態度 那為什麼你現在不當 因為我很忙 OK好 哈哈哈哈 不是真的 就是假如說你的事情也要我處理的話 哇靠我要不要做其他事情啊 但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今年出大事的時候 你給我的處理手法 我聽起來完全不考慮喔 對你不同意嗎 我真的個性跟黃浩平是蠻像的 是那種一直覺得大家是可以溝通 然後會長篇大論的人 好吧我真的蠻不認同這件事的 我一直都不覺得大眾值得溝通跟願意溝通 好那我覺得這種處理方式至少自己比較好過去 因為你就知道說我很誠實的把我為什麼這樣做的 每一個原因都跟你講了 然後每一個外在條件我都跟你講之後 你要仍然覺得這樣做不對 那我也沒辦法 然後我覺得有很多人在知道全盤的面貌之後 比較能夠理解為什麼那個時候會做出這樣的判斷 好啦最後最後 因為這一次我們是在小巨蛋雙人拼盤秀賀博颱風 我們進一下宣傳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錄製完畢了 而且我們已經剪輯完成了 我們要等到我們的世界巡迴最終戰結束之後就會上線 那現在開始預購了 然後我們在12月8號預計上在薩泰爾娛樂官網 現在就可以開始購買這一場台北小巨蛋的賀博颱風 應該是台灣史上最大場的雙人拼盤秀 對啦而且這次反正小巨蛋你可以一方面聽說 我們跟其他城市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另外一方面 其實大家都稱讚了那個排場 其他什麼硬體出場啊 安排別有用心 因為我們這次有請一個外部的導演這樣 所以可以看一下我們如何在整個秀 而不只是單單文字內容上面做了什麼樣的優化 那我最後再問你 這場秀在你的眾多專場 眾多大型拼盤秀之中 高標 倒數第二 沒有啦開玩笑 不是啦 就是 我會相信喔 你會相信喔 對啊那想要看倒數第二到底多爛 沒有我講一件事 講假話講假的 講假的喔對我講假話 反正我在邀親友票的時候 我跟他們講說 欸我很討厭我經典的內容 我覺得很爛 然後他們看完之後都說 蛤 你那麼炸叫爛 喔 對 喔 對 欸真的還講的 攝影師 是 對 快點 吃 再喝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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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